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先飞 Yo yo what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oy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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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我们的这个久违的开箱 现在就因为哥哥没有什么钱追就 没有什么钱买鞋了 开箱 Anyway 有没有发现到现在我这个 后面的这个环境有点不一样了 就是最近给studio 增添那些新的样貌这样子 我用了我上个月的youtube的revenue 来买了两个厨 其实我还想买三四个 只是他只过买两个 就是这个 就是对面那个 看到吗 所以anyway今天我们要开箱 今天开的一双是Puma鞋 然后它是我在香港的收过 没看到一双鞋 当时我要买 但是我却没有买 因为我想买的尺寸没有了 而且我们要开箱的就是 哎呀 不是这双 哎呀 不是这双 没错就是PumaRXS的Hotview烽火轮鞋款吧 这双鞋子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像 Belenziaga的这个SSS 因为它的鞋型的关系 它的配色非常的亮 也非常的浪 所以这一次呢 Puma就要庆祝50周年 所以就早来也是同样庆祝50周年的Hotview一起合作 推出了三款鞋子 它的主要设计概念是取自Hotview最火的三辆车 Bone Shaker 它就是1968的Camaro 还有这个Original Sweet Sixteen which is 这一双 其实它们的设计概念就是从这个车上面的这不同的细节 找了灵感 我就配下去 其实这个鞋子最吸引我的是它的鞋底 你不觉得它的鞋底很像轮胎的吗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个橙色的东西 它就让我觉得 哇 很像Bone Shaker 但是当你拿到这个鞋子一看 然后你再把它反过来看的时候 它的鞋底你会完全 哇 其实它细节做得很好 你看 除了这个Hotview的logo 它还有这个Puma Eyes的logo在这边 所以我很喜欢这种隐藏式的细节 虽然说鞋底都是踩在地下 没有人可以看得到 但我觉得拿来拍照还是睡到便宜的吗 其实Puma RSX这个系列呢 它不是一个运动系列 RX是他们80年代的一个运动系列的名称 叫做Running System 至于为什么这个X呢 X是一个新的系列 这个X代表Extreme Exaggerate 还有Remix 没错 所以它就是一个混血儿的一个系列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collect的一个series 像有一天我们MMM Studio可以跟Puma有个Puma RSX MMM 它们会比较自动在美感多过于功能性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款鞋子它们还是采用着Puma RSX的中底专利技术 所以它的鞋底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力 其实你摸起来你觉得还是蛮厚实的 所以穿这种这样lock的鞋款 有几个技巧 那首先这个鞋子它很像SSS 但是它跟SSS为一不同的东西就在于 SSS的整个造型有点像千层蛋糕 它有点像Nike Toyota 7的鞋子 它的鞋款都是前面比较窄 然后像一般的鞋头 后面是比较厚比较高 所以其实在视觉上看来你的底盘很重 对它虽然会有显瘦又显高的这个视觉上的效果 但是它也会弄到你的头看到特别小 那么我本身觉得搭配这种鞋子有三个技巧 第一就是你的裤子 配这种鞋子的裤子最好就是穿Carrot型的裤子 所谓Carrot型的裤子就是你的 腰部到你的脚是慢慢渐渐收起来 它不一定要很skinny 它有一个箭窄的设计 然后穿这种鞋子最主要就是 不要让你的裤脚去动到它的鞋的舌头 或者是它的后面 会看起来这个很累所以很不干净利落 所以如果你裤子太长的话 就不要穿这样的鞋子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穿Jogger pants 因为Jogger pants就是属于Carrot裤子的一种 如果选Jogger pants 就要选那种有竖脚的部分 越高越好 那其实Carrot在出Easy的时候 它就有一种很独特的穿法 就是把袜子拉你的Jogger 一起拉高高起来 然后我本身就不太喜欢这种穿法 我觉得很像平时在马路割草的工人那种感觉 但是 毋庸置疑的这个方法可以把你整个比例拉得比较平均 第二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整个鞋子它是偏大型的 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要戴帽子 不管是beenie也好 或者是牙嘴帽也好 snap bag 甚至是画家帽都可以 但是要似乎你整个人的造型是什么 那第三 当你的鞋子是那么多颜色的话 你全身上下的颜色就要维持在这三个颜色里面的色系 最好是让你的身体还有你的裤子是同样的颜色 家伙有一种无限延伸的感觉也不会感觉很 distracting 所以我也尝试做了几个穿搭让你们去参考 所以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Zither Harp 搖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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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满 搖满 搖满 搅满 好了 seekers american enemy 我的老子 看完了 如果你 问 我 这张 stolp 的 用对 Gabi 6 我觉得 他 会出 7 分 原因 是不要�� 我觉得 他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Old School 的人 而且我也很喜欢有细节设计 鞋底我非常的喜欢 鞋身用的这种DEDT SHOOT的这种 我也非常的喜欢 里面的设计我也非常喜欢 硬料条我不喜欢的是 它在这个部位的这个橙色 然后就是它旁边这个纹 我不太喜欢 我觉得如果旁边是火的话 我会更加喜欢 但是基本上这个鞋子我给7分 它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然后 对我忘记了 在你买这个鞋子的同时 它其实还有送 这个Hobview的模型车 这个鞋子的售价是575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我觉得它是还蛮值得 去入手的鞋子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喜欢穿 All Black的颜色 或者是一些比较 亮色系的颜色 所以刚好可以跟这个鞋子去搭配 这个颜色是非常运动风的 还蛮适合现在的这个trend 所以看完以后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在下面底下留言 我们可以去交流一下 因为毕竟我是刚刚开始做鞋子的东西 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鞋子 可以去做开箱给你们看 好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 去看个吧 试看 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还记得留言 订阅 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